好,我们聊个话题吧,就说这个35岁还那个就是生不到一个管理上的这样的职位,到底之后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对所有在这个职场里面的人都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吧。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在35岁还是没有到一个管理的职位。 我们说这个其实很大的原因不在于你个人,真的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是个人的问题,这个当然说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你个人承担嘛,这个是肯定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你没有身上这个管理的岗位就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个概念。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基层的员工那肯定是最多的嘛,管理岗面,然后就是老板是吧,或者我们说是在体制内可能是一级一级的去升。 也不可能随着能升到比较高的一个级别,已经到了。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这说明你想要升到这个管理的岗位,反正它得有这样的位置是吧? 没有这样的位置,那你怎么升是吧? 那么这就其实给我们一个启发啊,就是你一定要选对一个行业是吧? 如果这个行业啊快速发展,那么你有很大的可能性啊,就是因为快速发展嘛,你干得早的话,你怎么样比后来干的人要明白嘛,是吧?要懂嘛,这样的话你就会。 当然这个深到管理职位啊,有的是可能是给别人打工啊,这样的概念,有的是自己创业,不管说你是给别人打工还是自己创业。 这个行业啊,一定它是快速发展的,这样才行是吧? 如果这个行业本身也是传统行业,好多人在这里面能住啊。 尤其这里面有,说实话,没有太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那么多的比你入行更早的人,那你凭什么去和人家竞争啊? 我们说这个人和人的这个智商啊,智商啊,情商这些东西,其实差距并不大,真的并不大。 包括说人家的努力程度啊,其实也并不大,是吧? 你说谁不努力啊,谁都很努力,但是为什么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里头其实是,要考虑的更多,其实有时候是选择的问题。 如果说你选择一个能够快速发展的行业,那么水涨船高嘛,你即使干不了管理的职位,你至少说收入哪个方面也肯定比一些我们说的一些西洋行业,是吧? 或者说没有多大增长空间的这样的行业,要更好一些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吧? 当然这个话题就是说,你生不到管理的岗位怎么办? 生不到就,你就找一个,如果说你在这个行业里啊,都已经做了好多年,是吧? 让你重新再开始一个新的行业,你也很难去做到了,是吧? 还是那句话,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管理岗位,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管理岗位,是吧? 那你在原来的行业就接着做嘛,是吧?没有办法。 还是说那句话,谁都想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也不是说谁都能赚到很多很多的钱,就这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说你还,当然说,这个也没有办法说年轻不年轻啊,相对年轻一些,那你就寻找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是吧? 在里面去做,这样几乎也多一些,管理不管理,有时候也是有这样几乎的一个锻炼,是吧? 你只有在那个位置上,你才知道,我要去做什么,要去学什么,要去准备什么东西。 如果你不在那个位置上,打盖饼,你也不会去想,你想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现实的情况,是吧? 就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呢,更重要的还是一直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嘛,是吧? 不断地去分析,不断地去看,尽自己所能嘛,这个人还是那句话,人的能力有大小,发挥自己的能力,能做多好就做到多好嘛。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是吧?你非要说,把这个东西,把这个问题搞那么复杂,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意义。 又去看的话我可以做的通过。 lim吧。